见信的人 那个神就是光明神 他的光明神 我们没看见 慧能大师明信见信 他坐在那个地方 晚上坐在那个地方 我们看不到他 那我们要问 他能不能看到我们 他肯定能看到 为什么他神有光 他能照见 外面 外面看不到他 这什么原因 自信 有光明 这大家知道 自信的本体 是大光明脏 为什么我们离开 日月灯光 就一片漆黑 大光明脏到哪里去了 大光明脏在呀 那不是光明没有了 是我们自己本上有障碍 比如你在光天 花日之下 你戴个眼罩 什么也看不见 一片漆黑 是你自己有障碍嘛 你眼罩拿掉 不就看出了 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眼罩是什么呢 无始无明 沉沙无明 尽丝无明 戴了三个眼罩 是一片漆黑 要靠外面的光 才能看到一点点 看近不能看远 道理就在此地 如果我们把起心动念 分别执着放下 你就看到 宇宙是一片光 这个事情就在现前 我们确实是这个情形 六族铭心见心的 他们有障碍 换一句话说 他们有黑夜 我们念佛 念到清静心的时候 这个现象也会发生 这个现象发生 说明 长极光是真的 一定都不假 长极光是永恒不灭 叫做长啊 不会有中断的 只是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 这个障碍应当要放下 末后这句说的好啊 智慧眼开 寥寥见心 光明深 立刻就成就了 这个标准 是绝对的标准 只要明心见心 你就没有黑暗了 中心 你不见了 这种词